美國總統拜登3月16日 星期三在白宮第一次公開講話 俄羅斯總統普京是戰爭犯 在之後的白宮新聞簡報會上 白宮法人沙奇解釋 沙奇說這位拜登總統看了電視上 那些慘絕人環的畫面之後 是發自心底的有感而發 拜登說美國提供 Warkland最尖端的軍事科技 不過他也警告這場戰爭 中國是漫長艱困 但面對普京這個 鳴滅人性的獨裁者 美國站在自由的一方 拜登宣布提供Warkland 額外軍事援助 來持續協助Warkland 抵抗俄羅斯的攻擊 加上額外的8億美元之後 美國對Warkland的新安全援助 單單在本周就高達10億美元 白宮法人沙奇 星期三說 外交途徑仍未關閉 認為美國方面要求 美國與俄羅斯國安顧問 星期三通話 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 對俄羅斯安全委員會秘書 帕特魯社夫將軍重申 美國堅決反對 俄羅斯無端無理入侵Warkland 並將與盟國和夥伴 繼續捍衛Warkland主權和領土完整 以及加強北約東翼 他也警告俄羅斯 如果在Warkland使用生化武器的 後果和影響